观众朋友们好,一样我们来看系统选顾 我们从外资多方来看 OK,外资多方今天没有股票嘛 内资卡位呢 内资卡位两档 是不是就是我们近期分享的微软跟金像店 微软跟金像店 近两个交易日的涨幅 是不是在市场上算是前段般的 对吧 那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获得了投信的加持 均线也都是上弯的 都有助长力道 所以像这样子的个股 你都会持续的留意哦 好,那一样我们多方的部分 我们先看这两档微软 微软的话像是 今天外资都会来买啦 好,连续两天的一个大涨 两根涨停 OK,那今天又出了一根非常大量的K棒 大量K出来了 短线上其实以下的盘式状况来讲 短线上已经有一点涨幅了 而且今天又出了一个绝对大量 你可以先出掉你的一个部分持股 那接下来防守可以防守哪里 红K中值 或者是昨日红K顶部 这附近拉回你都可以去做买方的留意哦 你的防守位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啊 OK,没有问题 好,再次金像店 金像店也是连续两天的大涨嘛 好,所以像这样子的个股 连续两天上去了 那基本上拉回的时候就不能破哪里 拉回到中止你都可以留意哦 我们的防守位都是放在我们的关键K棒的第一点 OK,基本上如果有量说拉回的状况 筹码稳定的状况之下 你都可以去做留意 那我们的风险就带到这个地方 OK,东方个股 我们今天分享了两档4953的一个微软 跟我们2368金像店 这样档个股如果有拉回的状况 都是值得留意的 因为投信法人持续性的买超 没有出货的意思 目前还没有看到出货的状况 OK,好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系统选股 就到这个地方 祝福各位操作顺利 明天见,拜拜